嗨 大家好 我是维格游学的Saphire 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购买长荣航空的机票 想要知道的就继续看下去吧 打开Google之后呢 我们直接搜寻长荣航空 按Enter 那第一个就是首页长荣航空的网站 我们点进去 这边就是长荣的官网 好 那看你是要选择买单程的 或者是来回机票一起买 那我这边先选择来回 出发地的话有桃园机场或者是说高雄 那这边看你想要选哪一种 那我这边先选择台北桃园机场 目的地呢 看你想要去哪个国家 那我想要去树物 那就先选择CEB是树物 好 再来就是选择时间 时间的话 像我想要去9月9月的时候出发9月5号 那这边就是让你选择回程日期 因为买来回的 那回程的话我先选择11月7号完成 好 那看你大人总共有几个人要去或是有家小朋友 那目前就是选一个 然后查询票价 再来这个看9月5号 礼拜六 好 有清神啊 基本 经典 那就是依照你所需要的去选择 那我这边先选择基本舱 那回程的话就是树物回到桃园机场呢 11月7号 它是11点10分飞 那我这边清神的话没有票价 那我们就选择基本 好 那这两边加起来呢 我们来看右手边 9月5号礼拜六 1月7号回程 它的总共的价格就是8824 好 那我们按继续 继续就是输入你的名字 好 称谓 像我是未婚 我就选择MS 好 新式的话就是选择你护照上面的名字 姓 先选择姓 好 名字 那记得就是要跟你的护照名是一样的哦 OK 那再来电子邮件很重要 你一定要是选择对的 要输入正确 因为它会寄机票到你的电子邮件 再来行动电话 它不是直接输入09多少 要先用加 然后我们的古码是886 然后就直接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再来这边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详细行程 这边 好 再来还有它的成人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信箱跟电话的部分 看有没有正确 好 就可以按继续 再来是附加服务的部分 附加的话就是有预选座位啊 或者是说超额行李啊 或者你想要选择餐点 那直接按继续 再来就是让你输入你的信用卡 再来就是让你输入你的信用卡 信用卡呢 这边看你是要选择你的信用卡是visa 或者是说mastercard 然后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号码 然后再来 那才能继续接下去购买 就按继续 就可以完成你的购买资讯哦 大家见识吧 好 亲 好 Into 就是 那么 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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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